凶死家中倒卧门口 地板是三天 哥哥不让我出门 警用机车晚上停在一栋公寓旁 因为这里发生一起不幸悲剧 哥哥死了 弟弟却在旁办事三天 事发在北市万华区 昨晚六点 59岁些新男子因为失联多日 家属担心发生什么事 直接到住处查看 开了门锁却偏偏推不开 又闻到腐臭的味道 赶紧报警破门 这才发现 谢男倒在门口且死亡多时 而谢男的弟弟 因为患有重度精神疾病 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一脸茫然 只跟警方说 他肚子很饿 还有哥哥不让我出门 兄弟俩平日相依为命 哥哥兄弟父职照顾弟弟 现在骤然离世 家属伤心不已 警方初步调查 死者患有心血管疾病 确切死亡原因 将带法医香烟 而无法自理生活的弟弟 已有家属带回照顾 突发中心台北报道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